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第14男士》当成国王,改革整个王国的故事 朝鲜古代的王光海军,被朝中的争权夺利所麻痹 完全放弃了斗争的君王 作为王,他是孤家寡人 不仅要担心最高权力是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还要担心身边的人加害于他,并取而代之 这一天,王发现自己的汤又被人下毒了 这让他更加的寝食难安,时时刻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他想要逃离这座皇宫 但作为王,又不能轻易地离开 在三思考之下,他决定要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替身 用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只是这替身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找到的 他还要故作镇定在朝堂上与百官周旋 忠臣要求处死于真浩,就是皇后唯一的哥哥 面对朝廷上下所有臣子不断地劝谏,他也有些无奈 看似是王,却没有一丝的自由,受制于朝廷 而在事情之中,人们扮演的王却自由自在 完全没有束缚,嬉笑怒骂,全凭自己喜好 随意掀开异己的群善,只为博德看客们一笑 赚取一日的赏钱 只是巧的是,扮演王的男子 除了行为举止没有一点像王以外 长相居然一模一样 他名叫和善,是一个靠嘴吃饭的说书人 这正是王要找的人 徐昀将他带到王的身边 王亲自召见了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和善 两个人都穿着龙袍 若不是王所固有的气质,还是真的难分辨出来 王仔细盯着眼前这个人的容貌 如出一辙,完全一模一样 王教授他言语,拥有王一样的气质 果然不负所望,他的语气也出奇地和王一致 找到提升的王急急忙忙地跑到宫外 享受着片刻的宁静 而刚到皇宫的和善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享受着当王的喜悦 他的一举一动都由内侍监视时时刻监督 在宫外享受欢愉的王,还是会做噩梦 一想到会有人来杀他,就不喊而栗 和善作为王的提升 只有在王出宫时才需要进攻假扮王 享受片刻的王的待遇 第二天,和善依旧回到自己熟悉的市井之地 因为自己因此厌取被官人痛打 大人也是一个后色之徒 他抓和善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人人宰割的贫民和善只有答应了大官 他能让自己免于刑罚 王宫中还有人要害王 他不得不用更多新的办法来检测毒药 摆命一出,王还是中毒了 徐运决定隐瞒陛下病危的消息 将他秘密带出宫去 徐运将和善带进宫中扮演王 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影子 而是在短期内都要扮演王 出现在人前人后 胆小怕事的和善不愿意做这么危险的事 为了国家和报酬还是答应了徐运的要求 不见任何人包括自己后宫的妃子 王可不是这么好当的 就连上厕所这样羞涩的事情都会有一大群人看着 事实都不顺利 早上起床竟然将洗漱水喝下 自从和善当上王 胃口也一流的好 就因为这样宫女们还挨饿了 和善在宫中只要不做出太出格的事情 怎么样都好 就是只有一点不能和皇后见面 因为他们是服务器 无论和善多么的像王 也一定会被皇后给识破 一知躲着也不是万全之策 和善还要学习如何上朝 虽然他不用发表任何意见 只需要听着就好 但是徐运还是将朝堂上的大臣 派系 朝局 行事一一说明 在徐运的教导下 和善越来越像王了 一言一行 语气语调 没有一丝的差错 可是就在上朝的第一天 还是出了事故 练习了很长时间的诏书 被换成了空白的 幸好 由徐运帮他解围 不然就真的露馅了 有了那世间的提醒 和善很是体恤宫女 直吃了红豆粥 还很亲切地问了宫女的年纪和名字 红豆粥是一个名叫 四月的十五岁女孩做的 和善的一系列举动 都让宫女们感到奇怪 之前的王 可从来没有像这么鲁莽过 真正的王 此时还在宫外秘密接收治疗 即使和善再怎么学着像王 他和王 还是有真正的不同 安上宫为奸臣普春成通风报信 告诉他曾经沉迷于女色的王 竟然轻心寡悦了起来 朝臣们也开始怀疑王 他们趁徐运不在的时候 递上了很多奏折 将徐运刚刚宣布的法令 全部废止了 和善被徐运斥责 法令被改 也让和善很是头疼 他实在是不懂政治 更不懂一些法令 不知道这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那时间的建议下 到书房查阅资料 原来 好排法的实施 是为了更好的纳税和服役 过严的赋税和行义 让很多人都苦不堪言 经过彻夜学习之后 和善发现大通法很好 迫不及待去找徐运商量 但是自古以来 就没有王去找大臣的 徐运大惊失色 让更多人产生了怀疑 普春成拍了更多的眼线 去盯着徐运 夜晚和善从宋山的宫女寺院那里得知 因为高额的赋税 他们家的田地和房子被抢 父亲死于狱中 自己的姐妹也被卖去当奴婢 和善答应他 一定会让他见到他的母亲 第二天一大早 上朝的和善就要实施新的大通法 他对民情的了解 政治的无形 提取百姓的心 让徐运十分惊讶 徐运对他擅自参与朝政 十分的生气 更是对他放弃于正好而气愤 可是和善却不以为然 还自明得意地认为 政治不就是有得有失的吗 可徐运告诉他 于正好是皇后的哥哥 他才知道 法律的推行并不是那么简单 晚上皇后以死相逼 和善之好妥协 答应他保全于正好 此时的于正好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和善亲自询问于正好 为什么要谋反 在得知于正好是被人诬陷 且有一颗忠良之心后 他不顾群臣的反抗 救下了于正好 大家对于皇上的改变 有目共睹 都称赞皇上的勤勉 就连皇后也是如此 和善迫不及待将 释放于正好的消息 告诉了皇后 为了逗笑中殿 他还故意将自己的牙涂黑 可是昌年在宫中 被宫归束缚 以及厌恶宫中黑暗的皇后 早已忘记了如何笑容 和善使出了浑身气数 终于引得皇后露出一个笑容 但是这个笑容 专演即逝 和善的一些与之前不同的特征 让侍卫也产生了怀疑 侍卫悄地悬为那时间 被那时间几句话就搪塞了过去 和善似乎对皇后的事很是伤心 专门派人送去了红豆粥 此物代表着相思 和善对中殿早已经有了 不一样的情感 徐运责备和善 不能够干预朝政 和善总会以公归 反抗一下许昀的说教 在其他人面前赏赐她食物 让她遵守君臣之礼 被气得灰头土脸的许昀 也只能任她胡来 知道皇后吃了红豆粥 和善开心地引起了诗 但是来自市井的和善 怎么能写出高雅的诗呢 遭到了那世间的嘲笑 对皇后相思至极的和善 在夜晚偷偷与她相见 皇后是十分爱慕王上的 王上也特别珍视这份感情 只是时过近前 当上王之后 全然忘记了曾经的誓言 而皇后依旧守护在王的身边 只是将真心封存了起来 和善为皇后读了自己作的诗 即使诗歌的内容很简单 甚至过于平庸 但皇后依然感觉到快乐 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 来自王上的爱意了 好端端的约会 被都侍卫给打断了 她发现这是假王 拿剑就要砍 皇后极力护着和善 因为和善准确地说出 她身上质的位置 这才化解了这一次危机 侍卫也因为羞愧而跳河 为了商量的侍卫在醒了之后 和善还贴心地为其准备了红豆粥 不但不知他的罪 反而要让他好好地活着 保护君王 头脑简单的侍卫 才不会想到 这只不过是在骗他而已 还感动得鼻涕一把 泪一把 此时的宫外 休养的王已经醒了 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 因素化而中毒的 王昏迷了半个月 也就是说 和善已经当了半个月的王 现在的王并不着急回去 他很怕普春城再次加害自己 他亲口表明 事情完成之后 就要将和善以大逆不道论处 和善在宫里并不是一帆风顺 于正好的赦免 给皇宫带来了动荡 大臣们纷纷情愿要废除皇后 和善为了保全皇后 威胁朝臣 如果想废掉皇后 就连他一块也废掉吧 于是他带着皇后一起逃跑 可是跑来跑去 依旧不能逃出皇宫 这皇宫是巨大的牢笼 也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 即使是王 也不能随心所欲 国家远比儿女四亲更为重要 皇后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只是刚刚当上完的和善并不知道 他强忍着伤心 希望王放弃自己 和善还记着誓言 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他的身边 皇后和善伤心也很无奈 反派们知道了两个王的存在 他们秘密派人调查 究竟实物真实假 谣言也在宫中四起 和善的身份就要保留了 皇后为了测试 这是不是真的王 他决定晚上入寝 面对事情这样的情景 和善很是慌张 皇后也发现 这并不是真的王 他的胸口并没有疤痕 善良的皇后 给了和善忠告 让他赶快逃离这里 真正的王回来以后 也不会放过他的 自己也是迟早要被废掉的人 皇后来质问徐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徐运一五一十的 向皇后交代了事情 徐运决定违背王的命令 放走和善 给了他约定的二十两银子 善良的和善 将这二十两给了思悦 并拜托徐运为他找到母亲 思悦十分的开心 但是有人早已盯上了思悦 让他在王上的红豆粥里下毒 年纪轻轻的思悦 虽然不知道上宫给的是什么 但是在宫中生存了这么多年 还是能够隐隐约的感觉到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和善和皇后做了最后的告别 并希望以后 皇后无论身处何地 都要好好地活着 和善是卑微的 他并不是真正的王 不能像王那样 表明他自己的心意 只能说出自己最真实的祝福 然后伤心地离开 第二天和善依旧上朝 站好最后一半岗 他坐在王位上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听着全臣们宣读奏章 其实就算和善是真正的王 又能怎样 大臣们弄拳 自己就像一个小丑一样 始终改变不了国家 和善不是王 他是百姓 他知道百姓的疾苦 他还是再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违背了许韵的话 他要抱歉自己的百姓 不惜废除和明朝的交好条约 和善在宫里的最后一顿饭 选择了红豆粥 为他嗜毒的人也正是思悦 本应该毒死和善的毒药 被思悦如树存下 思悦是懂得感激的人 因为受到过和善的照顾 他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和善眼睁睁地看着思悦死去 他发誓不能再坐以待毙 抓了指使寒商工的官员 官员们都开始怀疑和善的身份 并从宫女的口中得知 王身上的伤疤不见了 官员们要讨伐和善 徐印让和善趁着月色离开 和善发誓一定要为思悦报仇 徐印告诉他 那就一定要成为真正的王 成为真正的王 不仅能为思悦报仇 还能够施展自己的报复 在徐印的帮助之下 面对官员们的逼宫 他沉着应对 大臣们将他的龙袍给扒下了 惊奇地发现 他的胸口上有剑伤 原来这就是真正的王 徐印将这些日子里 他的一言行交给了王 王被这对来自市井 拥有大智慧的小民所感动 在关键时刻 回来拯救自己的国家 都侍卫奉命来杀和善 却始终下不了手 放走了他 和后来赶来的侍卫打了起来 拼击最后一口气 也要保他周全 他将最后一名追杀 和善的侍卫杀死 自己也倒下了 和善看着眼前的侍卫 痛哭不已 在最后 和善乘着船离开了这里 来送他的人 只有和韵一个人 即使相处短暂 却已经是知己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韩国古装电影 双面君王 故事看似荒诞离奇 却包含了当时人们的夙愿 官员腐败 异政颇多 奴民苦不堪言 谁哥在州 亦可复州 只有当方 真正明白好 才能治理好国家 和善不是王 他是百姓 他在朝廷上 对抗大臣的言辞 且不过 作为平民的新生 他们需要王的庇护 而真正的王 也因为和善 他才能够清楚地 知道百姓的需求 为百姓谋福利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 历史搞笑电影 老油条 我十分推荐普遍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